所有的挂机就是只要你下载一个挂机软件 那么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无需任何操作 美金就可以自动到上 可以看到我从这个网站当中已经赚取到29.07美金 订阅过我频道的粉丝都知道 博主是从不偿私的 有好项目就会分享给大家 本期视频将全程展示如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收款 这个网站的网站地址我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完整观看本期视频后可以直接点击注册 网站视频制作不易 也希望大家看完本期视频之后 动作手给我点个赞支持我的创作 在开始挂机网站前 我们需要进入到download下载页面下载相应的挂机软件 目前这个平台支持的主流的挂机软件对应的是Windows系统 并且是Windows64位的系统 如果你是其他系统 比方说你是Mac系统或这样一个系统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进入其他系统对应客户端的下载页面 这个地方支持的系统除了Windows还提供其他系统的一些挂机方式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下载打开及挂机的整个过程就不会大家展示了 我们现在重点看到大家喜闻乐见的收款部分 目前我已经达了29.07美金 这些收入都是通过挂机获得 重点我们看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收款的过程 想要在这个平台上收款 需要将鼠标移动到带齿轮符号的这个account 也就是账户这个地方 点击会进入这样一个页面 页面的下方会有一个withdraw 收款的环节 这个地方说到cash out your balance 收款前需要注意的是 你需要补权你的被保电子邮箱收款地址 在这个地方进行补权 之后点击withdraw即可 填写完毕之后点击withdraw 此处上方会弹出一个 你的收款请求已收到的绿色文字提示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收入已经变成0美金 说明这个平台已经收到我的收款请求 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尽等美金到账了 收款已经完毕 最后给大家解答一下 有关这个平台的常见问题 我们进入到support板块 首先解答大家有关这个平台的收款问题 这个平台支持哪些收款方式 最小收款额度又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官方的解答 这个地方有目前这个挂机平台 支持被保收款 最小收款额度是5美金 那么这个收款额度 对很多网站新手而言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门槛非常的低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平台的挂机原理 简单来概括 其实就是挂机软件分享你的网络的闲置带宽 从而让你获取收入 很多朋友就会有疑问 那我获得收入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官方的说明 每分享一Gb 那么你可以获得0.1美金 还有挂机需要有耐心 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主动的网站项目 是属于被动收入类型 如果你决定完这种项目 那么你一定要有耐心 建议挂机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来查看自己的收入情况 如果你看到视频的这个地方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的核心部分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 这个平台的挂机技巧 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很多朋友会有疑问 既然是挂机的项目 那么我能不能在多个设备上 使用同一个账号进行挂机呢 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问题 A more than one computer at a time 并且是the same account 也就是同一个账号 在多设备上运行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官方的解答是你可以这么做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并不会违反官方的规则 但是后面会有一长串的解释 并且这个语言 这个英语的这个文本 并不是很好理解 那么我简要为大家概括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这样一个表述 叫diminishing returns 这个地方提到的这样一个表述 其实是报酬递减 但是不要担心 这个地方所说的报酬递减 指的是你的所有设备 都连接到同一个 这里说到the same network 连接到同一个网络的时候 会存在这种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独立的IP地址 会获得更多的补偿 那么也就启示我们 如果你要挂机 想要使你的收入最大化的话 你需要使用多个IP进行挂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 非常心急 在挂机很短的时间之后 就去查看自己的收入增长状况 发现这个收入并不是线性上涨的 然而就因为这一点而灰心丧气 最终没有坚持下来 没有办法达到最小收款额度的原因 其实刚刚的一番讲解 概括而言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多设备上挂机的时候 那么尽可能选择去连接独立的IP 为大家总结一下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 支持被保收款 低至5美金即可请求收款的 挂机网站平台 看完本期视频 还想获取更多免费网站资源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 本博客的网站地址 我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访问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挂机网站教程 不妨在我的博客当中 点击放大镜图标 在搜索栏区域 键入挂机关键字 搜索更多结果 在搜索结果页面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网站项目 阅读相关的教程 想和大家交流网站心得与技巧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免费网站 电报群组 群组地址 我也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支持我的创作 觉得我发布的内容不错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将本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让更多的人观看 非常感谢大家 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